第二个 弟子虽为命教徒 但很喜欢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 师尊曾说耶稣也是佛教徒 但弟子是否能够在谈诚供奉耶稣基督的圣像 他也很喜欢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 可以的 师尊从来没有说那个 因为圣母玛利亚 基我所知道 我公开这样子讲可能是不太好 但是呢 基我所知 观世音菩萨33应生 他应化很多生的 很难讲 圣母玛利亚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发生 很难讲的 我讲过耶稣基督 他有 他站在同年当中 有十几年没有他的这个历史 也就是没有他的记载 他去了哪里 他是木匠的儿子 有好多年他不见 他穿的衣服 白色的 他披的是佛教徒的那个袈裟的那个 那个拿麻装 还有穿这种颜色的 这种颜色跟白色 我看耶稣基督都是白色跟这种颜色 披起来也是这样子 丢上去的 那也是斜斜的 这是佛教的 佛教才这样子穿的 我们现在穿的是改良式的 是师母创造的 师母做的 你看西藏的喇嘛 他们穿的就是 披那个 跟那个泰国的这个和尚 小圣的和尚 都是这样子披的 耶稣也是这样子披的 他穿的也是袈裟 他去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他去了喜马拉雅山啊 见到了这个白教的 白教的师父 红教的师父 所以当然可以 你喜欢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很多的道理 都跟佛教是仿佛的 是相同的 他的很多道理跟佛教 但是他属于 他最后他讲的是天国圣 天国城 佛教里面的天国圣 也就是第四天 四天王天 大凡天的 他三年当中说法 只讲天国 圣母玛丽 圣母玛丽 观世音菩萨 可以供奉 我并不是排斥 我并没有排斥其他的 像穆斯林 他里面的道理 圣经里面很多道理 也是在古兰经里面有的 他古兰经的经典是满正典的 满正典的 他那个经典是满正典的 所以我讲可以 未经典是满正典的 未经典是满正典的 未经典是满正典的